会员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讲一集投资问答 回答一下之前大家提出的 我们视频没有讲过的一些公司 首先有两点我要声明 第一点就是 对这些公司 我通常调查不超过几个小时 谈不上什么深入的理解 如果讲错了 欢迎大家指出 第二点 我没有投资这些公司 主要是我把他们与OpenDoor和Upstart相对比 并不是说这些公司一定有问题 未来不会有很好的发展 因为一切决定都是取舍 那我们来看这些公司 第一家叫Blend 它是帮助银行提供贷款服务的 表面上看起来 这家公司和Upstart做得差不多 但它的主要业务是帮助银行现代化 把银行贷款审批的很多流程 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实现 主要作用是帮助银行节省审批的时间 应该没有和Upstart直接的竞争关系 这家公司我们将来可能单独做一集讲一下 因为它有些意思 而且公司的估值也不高 第二家叫UiPath 所在的市场是RPA 就是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听起来好像是很高的高科技 但其实跟我们所讲的AI 人工智能还有一段距离 它主要是通过软件告诉机器怎么操作 代替人做重复性的劳动 这个市场当然不错 但这家公司现在虽然技术上领先 但不见得有绝对的优势 它还有很多竞争对手 因此我不把它当成一家AI的公司来看 只是把它当成另外一家软件公司来对待 这位朋友让我分析一下MU 觉得这家公司估值不高 其实现在芯片和内存行业里的公司都很火热 主要是这两年对这些的需求很高 但这种属于非常典型的周期性行业 我对这个行业的技术也了解不多 因此很难给出特别具体的建议 这个问题问即将上市的公司AVDX 是做应付账款的 我之前说过通常不买新股 因为现在市场总体比较热 估值都比较高 而且新上市的公司信息太少 这家公司所在的行业也有蛮多的竞争 未来像是Square、Stripe都有可能加入 我看了一下它的招股说明书 也没有看到公司特别明显的优势 这个问题问ESTC和Bill.com这两家公司 Bill.com跟刚才讲的那家公司相似 也是做企业之间的支付方案 过去两年通过自身增长和变购 很受市场的追捧 但这种增长在更多竞争对手加入的情况下 能不能持续不好说 ESTC是家做企业搜索方案的公司 它也有其他的业务跟像Datadog这样的公司相竞争 在搜索方面它确实有独家的技术 但在其他的领域和竞争对手相比能力如何 我自己很难判断 这家公司算是面对中小企业的AWS 它的增长也和AWS很相近 未来几年估计每年30%问题不大 如果继续保持应该有不错的发展 但公司估值很高 尤其是你要把它的增长率跟它的估值相对比的话 这个问题问Rocky Mortgage 它本来是房地产贷款发起机构 最近也开始介入一些别的业务 问它是不是与Upstart有竞争关系 竞争确实有 但这家公司属于上一代的金融科技公司 它主要的功能是把贷款的流程数据化 并没有像Upstart一样 用算法来衡量人的风险 我相信几年之后 Upstart发布类似的房产贷款 可能会对它的业务有不小的影响 另外一家公司Pagaya 也是用人工智能做贷款 最近还与SoFi开始合作 这家公司我之前就想单独讲一次 因为按照现有资料来看 它可能是跟Upstart最相近的公司 但它明年初才会通过Spec上市 现在没有正式的招股说明书 也就很难做出什么准确的判断 我看了它所有的资料 也在评级网站上看了公司最近两年的贷款评级情况 我总体的初步判断是 它和Upstart很像 但它的核心AI应该是比较弱的AI 按照现在的资料 它与Upstart主要区别有这么几点 第一,Upstart虽然也是多数贷款最终卖给机构 但它的正常银行伙伴会真的承担贷款风险 我们也就比较容易判断它的贷款坏账水平如何 Pagaya则不同 它所有的贷款都直接卖给机构 它的银行伙伴通过自己的网站吸收贷款 但贷款的审批由Pagaya来做 之后马上它又从银行手上买回这些贷款 再卖给机构 银行在这中间收取一部分手续费 资产负贷表上没有任何风险 这些银行伙伴对Pagaya来讲 只是一种市场手段 这和Upstart非常不同 第二点,按照我的计算 这家公司最终从每笔贷款上收到的佣金 应该在3%左右 大大小于Upstart水平 第三个,评级机构在过去两年 给他们6批贷款的评级都一直没有变,没有提高 我有此推测 它的贷款审批主要还是依靠FICO的分数 如果这家公司真正上市 有了更多的资料 我会单独再讲一集 下面两个问题都是问Uber Uber算不算是盈余经济? 盈余经济它当然是算的 但它创造的盈余不大 单位经济效益就不像Upstart那样好 再加上现在一些国家要求 之前打散工的司机 现在也要算成正式员工 这样的话,它创造的盈余就更小了 而且它在美国竞争不过Doldash 如果Doldash也进入其他的市场 意味着Uber很可能在很多市场都是第二的位置 再加上它的估值有一部分是在滴滴上的投资 这笔投资值多少钱也不容易算 总体看下来 它的质量离最好的公司相差比较远 这个问题问的是两家软件公司 一家叫NTNX 另外一家叫PagerDuty NTNX主要的看点是 它正在向SaaS转型 但我的担心是 这种转型成功的企业 像是Adobe Autodesk 它的产品都很强 用户离不开 转型难度就会比较低 但对NTNX的产品 我没有同样的信心 PagerDuty这家公司也不错 只是我还是对整个产业 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 而且这个行业 每隔几年就会有新的公司 新的技术出现 现在公司不算太贵 增长也还可以 但问题是10年20年之后 它到底能不能成功 现在很难判断 这个是问这四家企业的业务 是不是比较相近 后面三家现在都是上市公司 主要业务都是项目管理软件 而Team是微软的一个产品 里面包含的东西很多 项目管理本身反而不算太强 这个问题问Riskify 它也是利用AI 作为公司的核心 但它营收的增长不高 这家公司我之前看过 有可能在未来单独做一集视频 它的AI到底多么可靠 我没有找到什么资料来证明 因此 我其实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 毕竟 如果一个公司算法非常具有革命性 收入增长就应该很快 另外 它的take rate 就是在整个交易当中 拿到的佣金比例也非常低 因此 它的潜在市场可能其实很小 这个问题是问Peloton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公司业务受疫情影响太大 疫情之后 消费者对它产品需求到底如何 无法估计 也就无法给这个公司估值 虽然从现在看起来 公司的价值已经变得相对比较合理 这个问题问一家公司 叫Magnite 它也算是互联网电视广告的一个领导者 我们在讲The Trade Desk 那集是说过 广告市场最好是既有自己的广告位 也有自己的技术 像是Google和Facebook 次好的呢 是集合需求的一方 服务于控制前的广告商和广告公司 就像是The Trade Desk Magnite 是我们之前讲过的SSP 它是帮助有广告位的网站 来管理自己的广告库存 因此未来的发展可能有限 因为广告市场 一直是一个买方的市场 这个问题问 既然迪斯尼有这么多优质内容 那它是不是更好的投资目标 在这个行业 只有内容不够 在迪斯尼和Netflix之间选择的话 我肯定是选择Netflix 主要是因为它的管理层更有能力 这个问题问Snap 这家公司我们讲过一次 它的产品一直不错 我之所以之前从没有投资 一个重要原因 是对它创始人CEO不太放心 如果仔细看它公司的创立 和它的历史 老觉得这个人的人品有一定问题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